这是我见过最疯狂的男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 居然纵身一跃跳进了水泥里 一旁赶来的医生都愣住了 因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人 只有一只手 一条腿 一个脑袋漏在了外面 身体的其他部位 全都被水泥紧紧包裹了起来 而屋外 四个年轻人正有说有笑 毫不在意小帅的安危 谁能想到 他们正是窜多男孩 跳入水泥的罪魁祸首 医生怒不可遏 朋友间能不能多点关爱 可对方却说 一番惊天狂语 直接让医生气到无语 更令人愤怒的是 几人眼睁睁看着小帅困在水泥 足足过了四个小时才报警 实在太凉薄了 另一边 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 正商讨着如何营救男孩 毕竟这样的案例也是前所未有 光头大哥建议到 用小型炸弹将水泥爆破 男孩就能成功得救了 却直接遭到了黑妞的缝定 但凡炸弹歪一点 或者深入一点 小帅就会变成泥浆 话音刚落 男孩瞬间被吓得痛苦流涕 黑妞连忙制止 水泥正在吸收体内的水分 再哭下去 可能就要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了 小帅一听 立马憋回了眼泪 由于事态过于严重 院长也加入了救援行动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如果水泥毒素通过血液侵入体内 很有可能出现骨头快死 和中毒身亡的结果 大火马不停蹄开始救援 可是从哪个部位下手呢 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 医生之间出现了分歧 一人表示 小帅的头和手露在外面 从这两个部位开始成功率最高 黑妞却反对道 没有四肢她还能活 可肝脏受损就只有死路一条 而水泥的毒素 无时无刻不再入侵她的肝脏 已经不能再当的了 眼见众人争论不休 一直没有结果 院长大声呵斥道 从小帅跳进水泥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 她的存活机会 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 几人立马停止争论 开启了行动 眼前的医生左手拿锤 右手拿锥 冲当泥瓦将 开启了紧急救援行动 没几分钟 小帅的另一只手 终于解救了出来 紧接着是困在泥里的小腿 与此同时 护士还不停向石头缝里灌醋 减少水泥减性 引起的皮肤灼烧 四周的医生 纷纷打起十二分精神 敲着风 生怕一个闪失 敲碎了她的骨头 随着进程的加快 病房中的气氛 渐渐缓和了起来 黑妞问到 跳进水泥的原因 小帅这才表示 是为了像一个女孩 证明自己的胆量 这可把医生那么了 不会是屋外的那个女孩吧 小帅没有否认 医生却回想到 就在刚才 女孩还和朋友 一起嘲笑着小帅 撇清了两人的关系 坚决表示 他们根本不属 这对性命垂危的小帅而言 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两人差点成为了恋人 却连朋友都算不上 想不到自己 用生命证明的结果 不过是自作多情 刹内间她心如死灰 黑妞见状 连忙安慰道 在生命面前 爱情不过是浮云 小帅这才慢慢冷静下来 随着一块块水泥的剥落 她的皮肤逐渐暴露了出来 可小腿却肿胀了起来 无奈之下 医生只能呲啦啦割开她的大腿 一边放血一边不断地喂水 以此维持体内的水分平衡 叮咚咚地敲打人在继续 可黑妞看着忙碌的医生 却总觉得不对劲 好像遗忘了什么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啪的一声 手里的开水滑落 她终于想起来了 糟糕 膀胱连续不断地补水 已经让小帅的膀胱 变成一颗定时炸弹 再不抓紧排尿 随时都有可能尿炸当炸 于是马不停蹄插入倒尿管 开始排尿 惯性的是 一切都还来得及 最终 除了胸口的石头 小帅身体的其他部位 都从水泥中解救了出来 就在她刚刚放下心中的大石石 黑妞却是一脸的严肃说道 我们即将以走胸前的 最后一块水泥 毒素很有可能侵入你的心脏 导致休克的结果 任何手术都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但你尽管放心 我们会竭尽全力救下你 说罢便取下了胸前最后一块水泥 果不其然 小帅休克了过去 经过连续几小时的抢救后 男孩身上的水泥尽数被移走 下一秒便休克了过去 几人连忙转移小帅的病房 开始了人工救援行动 医生也推开门找到女孩 表示到小帅生命垂危 最好能进屋陪一陪她 面对医生的追问 女孩这才承认了两人的关系 她和小帅的确是朋友 但因为身边的朋友 都在嘲笑小帅的默默 她才不愿坦白 而走廊的损友仍在小声嗶嗶 女孩见状终究默不开面子 拒绝了陪护 医生再接再厉 开展了一波真情实感的思想工作 而另一边 一番操作猛碌 小帅成功被黑妞解救了回来 当她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看见了梦寐以求的一幕 女孩缓缓走了进来 抚摸她的头发吻了一下额头 一旁的医生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心灵和身体上的救治同样重要 看样子 刚刚一番感人肺腑的话语打动了她 无论是谁 为你做了不顾一切的举动 这样情真一切的心思都值得好好珍惜 如此简单的道理 女孩直到现在才明白 真情远比虚荣来得宝贵 而经历这场磨难的小帅也终于明白 靠着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所证明的勇敢 才是真的无能与懦弱 真正的勇敢从来不需要证明